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512集 这样摆的话就不是遵循某些守恒了 施法许愿之人会当场死亡 听到这话 张凡和方眼的眉头同时都是一皱 如果是这样的话 许愿还有什么意义啊 方眼下意识说道 人都已经死了 到了想要的东西面前 这又能怎么样呢 以命为代价的愿望 可以同时携带三个人 抵达那东西跟前 原来是这样啊 方眼话音刚落 张凡手机响了 是零雷打的 这么晚打过来 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张凡立刻便把电话接通了 喂 张先生 那三个人里面的老三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给他们弄些宵夜 我就送了 到了房间以后我发现 他们房间里面多了一个穿着瓦族服饰的四十来岁的女人 那女人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看起来应该是被他们挟持的 这三兄弟里面有瓦族人吗 没有 他们都是北方人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情况了 没有了 若有所思地把电话挂断 张凡望向老太太说道 老太太 你有没有碰到过不是瓦族 但是却可以拥有通神能力的人呢 没有 非瓦族人不信奉沐依吉神 沐依吉神是不会赐予他通神的能力的 现在看来 这三个人是想牺牲别人的性命 用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张凡的双眼一眯 方眼跟着 愤愤地骂道 这三个狗东西 不行 我们必须得阻止他们害人 老太太并不是一个傻子 而且还精明得很 听张凡和方眼聊了这么多 也猜出了一些来 我知道你们不是记者 你们来干什么 我也不问 别说是我们瓦族人 就是其他民族的人 我也不希望有人因此而丧命 希望两位小伙子 在救人这件事上能尽力 但凡有用得上我老太太的地方 尽管开口 听到老太这话 张凡和方眼互相对视了一眼 张凡说道 放心 我们一定会接近全力的 随后 又对方眼说 咱们立刻上山 把那些个点位全都毁掉 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好 我老太太也跟着去出点力 就连老太太都十分热气地 跟着站起身来 那些点位都在山上 您这个身体不行的 张凡立刻阻拦 而后 又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瓦族所留的那些个白法 是可以按照比例缩放 还是必须要和图色上面的标注 是距离一致的 必须一致 就拿电脑中的这个白法来说 必须摆在山上 每个点位与每个点位 都有距离角度要求 难怪啊 那三个家伙费劲巴拉地 把这些个点位摆在山上 方眼点了点头 张凡二人便不再逗留 出门便上了山峰 用了两个小时把山峰上的 血色印记和花环 全部破坏 做完这些以后 二人回到老太家里 把情况跟老太说了一遍 老太的心 这才微微放了一些 而后再次重复了一遍 之前对张凡他们说过的话 两位小伙子 有什么需要 千万不要客气 一定要跟我老太太开口啊 好的 谢谢了 时间已经不早了 今天咱们先休息 一旦有什么新的消息 我们过来及时告诉你 我们也一定会尽力 把那个瓦族人给救下来 张凡和方眼回到小院之后 洗漱了一番 便上床休息 二人这一天呢 着实是够累的 第二天早晨八点 张凡手机便响了 是林雷打的 林雷告诉张凡 她的三个哥哥已经带着那个瓦族中年妇女离开 上午十点左右 林雷再次打了电话过来 告诉张凡 那三个人骂骂咧咧地返回 说有人把他们的点位给破坏了 那个瓦族中年妇女 有没有和他们一起回来 回来了 正在他们房间呢 看起来似乎是很忙 他们吩咐我去涂菜场里面 弄一大桶的鲜血 还有去鲜花店里 弄一些花环 看来他们是打算要重新确定点位啊 旁边的方眼说道 张凡看了看方眼 刚想对电话那边的林雷发问 林雷便又说 听他们说 混沌宗的人已经在明昆机场落地了 下午两点应该就可以到达此地 混沌宗一共过来三个人 一个老头 一个女孩 还有一个是身材雄装的汉子 老大在群里面给我们共享了三人照片 我一会儿把他们的照片给您发过来 嗯 好 张凡答应了一声 林雷又说 他们对我买鲜血和花环这事很着急 听他们的意思 似乎是要在混沌宗到来之前 实施夺宝计划 先生 您看 我是要故意拖延 还是按他们的意思办呢 张凡听后略嘴思考 便说道 按他们的意思办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 就这两件事情 即便是林雷拖延 也拖延不了多久 那样的话 很可能还会引起那三人怀疑 索性 就不在这个地方动什么心思了 林雷答应一声 二人便把电话挂了 张凡对方言说道 走 去找那个老太太 找她干嘛呀 等到了地方 你自然就知道了 老太太 老太太十分热情地 把张凡和方言 招呼进了屋里 张凡进屋后 便开门见山地问 老太太 您可以达成 让蜜蜂这一类具有攻击性 并且十分难缠的昆虫 进入某一个位置的愿望吗 张凡此话一出 方言便立刻明白了 张凡的意图 您是想让那些个蜜蜂 拖延他们 甚至是破坏他们 制造点位的机会 一直等到混沌宗的人落地 对 张凡肯定地回答 蜜蜂这类具有攻击性的昆虫 想要做到长久拖延不可能 但是一天两天 绝对可以做到 几个小时的话 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